秋季公 英水宇館頭吃雞子拜祝頭 吃五花拜祢頭吃米拜祭頭 我們扮成的廟宇公所奉才主行是 整個先是王先生老祖 鬼鬼祠 祖是祢 雖然我們的廟宇公公的王先生老祖 祖是我們台灣的開基祖廟 但是他的花旗是在河南的 他孟三就成鬼谷 所以鬼谷仙师 鬼谷仙师 是在那里收行 收年 所以叫做鬼谷仙师 叫做王仙罗所 这帝国是这样来的 因为他是古代叫做智圣 就是智慧的智 圣人的圣 跟孔子智圣仙师是不一样 他是古代很有名的兵协家 现在所有西方的将领 除了研究孙子兵法以外 还要研究鬼谷仙师 鬼谷仙师 王仙罗所 无治天疏 他跟我们的问题 我告诉你 他就是挖东墙 补西墙 乾坤大挪移 上通天文 下通地理 藏无不胜 功无不克 不战而欺人之兵 懂得眼交进攻 可以说有洞就砖 无孔不入 一洞灌水 见缝插针 点滴渗透 细水长流 有关我们扮成妙人公 王仙罗所 鬼谷仙师 鬼谷仙师 有很多历史丁国和传奇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 过来了解一下 台湾人爱拜拜 拜拜爱台湾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鬼谷仙师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鬼谷子 王禅老祖 鬼谷仙师地位非常崇高 自古以来被尊称为是中国的智圣 更是中国文化朱子百家之中纵横家的鼻祖 历史地位非常的崇高 相传鬼谷仙师修炼的八基地 于河南省齐县的云梦山 并隐居在清溪之鬼谷 因此山上最主要的景点 就是鬼谷仙师的隐居地 至今仍然保有许多相关的文化遗迹 如水帘洞 鬼谷洞 鬼谷泉 舍生台等等 又因为战国时期几位有名的军事家 外交家都曾经跟随鬼谷仙师学习 因此这里又被称作为历史上的古军校 相关的遗迹如 孙病洞 杭娟洞 苏秦洞 毛岁洞等等 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人文价值 而在台湾 王禅老祖早在七八十年前 就从祖庙分林渡海来台湾济世渡人 早期的王禅老祖是在枪子寮 阿来仙地方工人参拜 由于神灵显赫神迹不断 后来由阿来仙迁到板桥市 也就是现在板桥当地居民所熟悉的尿云宫 因此板桥庙云宫在台湾可谓是有迹可循 有历史典故可查的王禅老祖的开机祖庙 王禅老祖远从大陆渡海来台 弘扬道法 济世发挥共力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日据时期 因为日本政府不允许人民私下敬神拜佛 信众们基于对老祖的崇敬 以及为了拥护自身的信仰 不断地躲躲藏藏 却也因为老祖的办事灵验 号召了大量的信徒 第二个阶段是一直到民国47年 老祖降价之后 清典板桥市为庙子 取名为庙云宫 同时也在信众的齐心合力之下 盛大举行了庙云宫王禅老祖的安座大典 从此之后 王禅老祖在台湾终于有能够安心度众 并且济世发挥的落脚之处 我没出事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拜老祖 同时那个时候有七个老祖 来三金香到老祖 后来还加两个都九个 到现在要你吃地均肥 第一个地均肥 第一个人都已经不得了 第二个出两个 一个丹桥铺八十四个 一个就是我 其他现在要你吃地均肥 后来都吃咖啡的 一直我来 就这样啦 民国差不多三十七年了 几年 老祖就在那个 这个 我都叫阿杰 你不应该给他们家 古厨 古厨 古厨在古厨一半岁 我就在越洪 大家到越洪一半岁 那时候也是很敬感 到哪个都来 所以主要都要称是生理 这个 白理、风水、啥 都有称新帖 来称新帖 来称新帖 到那时候就是降臨楼 就是带这个 救世 那时候我就在越洪 一直在越洪 越洪到我 很大人来买了 这个林荫火 它也很重 所有人的红包 金牌都放一放 到一个时候就买地 买到重庆路三十四个地均 地中间有些人的帝子 线着 就要建立到结局 到那里 去起床 洗洗一间 去 涨涨涨了 那时候 那时候任免庖 地坏 所有人都要去打爬 七十多歲打白中風 中風時又來救世 又來明雲宮 起後回來創佩的時候 這樣洗洗間 是他也來辦 他當時出家的時候 這邊都會把手拿起來 如果他把手拿起來都放下去 老貧古什麼都這樣 後來他又在這個廟 他又有一個女兒 認了給他阿姨 他老祖有... 這樣都有一個人 後來喝英雄教這個阿姨 辦事怎麼這樣打開 他也在廟宇宮一段期間 後來還有一個 這個喝阿姨 理事之後再來一個喝宜王 但是喝宜王他對廟宇宮很打開 他就是這味仙書自己的土地 從那裡就興奮了 廟宇宮內的許多師兄師姐 都是從海提時代就跟隨長輩朝拜 或是更年輕的姻緣妓 就信奉老祖到現今不曾間斷 家中三代皆信奉老祖的例子 更是不在少數 會產生這種信仰心火相傳的情況 想必是對於王臣老祖的靈驗與庇護 有著相當程度的感念與信心 廟宇宮仙佛如此深厚的實力背景 相信在製作單位盡心盡力的訪談 探索之下會有許多 關於廟宇宮不可思議神威顯赫的感應故事 觀眾朋友就讓我們一同來到廟宇宮 感受王臣老祖以及廟宇宮內 諸位神佛的靈感事蹟以及特別之處吧 我來廟宇宮拜拜已經有差不多四十八年 因為廟宇宮以前是我們阿公 我們阿公就在這裡拜拜 諸位我們阿公跟我們爸爸 我們爸爸跟我們兄弟 全家都在廟宇宮拜拜 有一次也是我本身這個 在差不多六十四年的時候 年初的時候 我要去當兵的時候 要去抽籤嘛 我跟媽媽去來這裡說 拜拜說祈求 抽到一支比較好的籤 他那個他有指示說 你只要有誠心的話 我結果會幫忙 抽到一支很好的籤 結果真的是抽到五重兵 當了四十五年就回來了 而且我們從廟宇宮裡面 裡面的弟子 我家我有六個兄弟嘛 我家我哥哥跟我剛剛好 六個兄弟剛剛好 全部都下一代就生了二十二個 十一個是藍的十一個是你的 結果每一個人都是好像都很好 你不會說去給人家什麼當流氓 什麼啦 去給人家做什麼壞事情 通通都沒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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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